第三三題 右表為原子量參考表 若某物質是分子式為XO2 若該化合物的分子量是55 則X可能為下列哪一種原子 我們曉得分子量就是原子量相加 那麼它的是XO2 所以就是X的原子量加上兩個O的原子量 那麼一個O是16 兩個O就是32 分子量是55 所以55減掉32之後還剩下23 所以表示X的原子量就應該是23 那麼看表格我們看到 鈉的原子量是23 所以X應該是鈉 所以第三三題問我們說 X可能為下列哪一種原子 我們答案選A 選擇A鈉 因為鈉的原子量是23 而我們算出來的這個X的原子量也是23 所以第三題我們答案選A